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 今天晚间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 基督徒的风险控管 小弟既不是理财专家 对于风险控管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专业 今天跟大家主要是从圣经里面几个案例 来看圣经这些角色当他们面临风险的时候 那他们怎么去处理 还有圣经有一些从信仰角度来观看 看风险这件事情 那么处于风险当中我们如何来面对 如何来处理这个风险 首先我们从一些时事来谈风险这件事情 像从上个礼拜下半周 一直到这礼拜一 有延伸一个很红的话题 就是防疫的保单 那这防疫的保单其实是从新冠肺炎 在这一波开始又感觉又死灰复燃 在台湾 那所引起的 那以前其实这样的就是 就是法定传染病的保单其实是有的 那现在就会有保险公司他们特别动脑筋 就是觉得现在大家趁着这股热潮 大家有似乎是有感觉好像不是那么迫切 但是又有一股风潮的在 就所以秀到这种需求存在 所以其实就开始有这个防疫保单 这样的名词出现 那其实在这之前 其实我对这样的保单其实是完全不理解的 那为什么就是感觉好像是要我们要出国 或者是那个现在发生那个大瘟疫啊 或是到一些危险的地方 我们才需要保这样的保单 那看到新闻 其实也会觉得 那可能就是少部分一窝蜂在那边 就是追逐热潮 直到星期一 我上班之后 我才真正见识到 就是防疫保单的威力 在我们公司 就是当然楼上都是办公大楼 那楼下以往都会有很多摊贩 或者是一些卖午餐的 或者是就是有人来摆摊 那当天呢 就是以前楼下摆摊 不管是卤味啊 或是各式各样 就是好吃的东西 总是排队排人比较多 当天中午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有一个不是卖吃的东西 在正中午的时间 那排队的那个长度 比任何的长度都长 就是保险公司在卖防疫保单 那就是连我同事 就是他在那边谈论到 就是我帮我 我的就是帮自己买的 也帮老婆买的 帮跟家人买的 但他很悔恨 他来不及帮他儿子买 因为他背不起他儿子的身份证字号 所以他没有买到 所以可见其实 人们对于疾病其实会有种恐惧的 那 就会 这恐惧会有一些 宣泄的管道 我觉得这个防疫保单 事实上就是 他可能是 可能划算不划算 估全门不论 但是就是我们对于疾病的恐惧 我们就想要去 去 就是 去宣泄 那去觉得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去解决它 那其实 反观来看 其实我们或许 有人觉得在台北 这地方其实还蛮 还蛮安全的 相对于桃园 但是 这种恐惧 显然是 全台全面性的 大家都 会 针对于 新冠肺炎 这样的疾病 会有一些恐惧 再来是 这个 也是这 几年来 其实在我身边 很常会有人 就是他的 账号被盗了 不管是 Facebook 或是他的 电子邮件信箱 账号被盗了 不知道大家没有这个经验 我也曾经被盗过一次 那 也因为 就是 网路的账号有被 盗窃的风险 所以其实就会有 各种形态的 来保护我们网路的账号 不要被盗 那 近期 就是 有一种 方式 看起来是一个 看是一个 终极解决的方式 就是 他用很多的关卡 来保护你的账号 不要被盗 以往我们其实 最早期 网路开始流行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 我们的账号名称 跟我们的密码 最主要是密码 我们的密码 只要不要外泄出去 基本上我们的账号 不会被盗 但是呢 就是 有人 其实很天才的 在早期的时候 其实 密码 大家都设什么 123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过 这个密码 或者是 它长度要 规定要6码 那我们就会设 123456 那或者是呢 会觉得 突发奇想 就是 我用英文字母好了 那英文字母可能 就是 大家都猜得到 那有 你知道就是 有几组英文字母 常常被用 比如说 那个 W E 0 C O W E L C 0 M E 这个 就把O Welcome 这个O改成0 那一开始发明 这个密码 这样苏人 其实还蛮天才的 但是呢 这样的东西 其实已经被泛滥地使用了 就是说 F STAR SHER 就是 Fissure 那I把它改成信号 或者是 其实这些东西 都不是很安全 其实密码 要达到安全的地步 其实 要 很复杂 但是很复杂的密码 其实我们又记不起来 那所以呢 就是除了我们用 很复杂的密码 来解决之外 那我们 也会用其他的方式 那现在有所谓的 多重认证的 多重账号认证的机制 简称叫NFA 那它是用三种东西 就是第一个是 你身上有的 然后再来是 就是你 或者是 你身上的 或者是你所拥有的 或者是你记得的 那这三种东西 我们把它转化成现在 就是 那种登录的方式 就是 你身上有的 就是比如说 透过指纹 现在应该 有些人 手机是用指纹来 来登录的 就直接指纹按下去就好了 然后再来是 你有的 比如说 我有这只手机 那手机怎么 帮助我们 账号不被盗呢 那可能 就是我们 在登录的时候 就会发一个简讯 简讯里面有 六位数的号码 或四位数的号码 那在这个同时 我们要把 在时间里内 把我们的号码 登录到 就是 就是 输入到这个网站里面 这样我们才可以 做好登录 那另外一种 是你记得的 就是我们传统的密码 这样的东西 通常都是三种取两种 或者是呢 就是三种都用 那 所以其实 看是一个 很方便的网络 其实它还是有 很多风险存在的 那为了要防止 这样的风险 就有很多的措施 来存在 那讲到我们人 本身的身体 其实我们人 本身的身体 也是存在了 很多的风险 那在 前几年 公司见检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一个 陌生的字眼 叫佛莱明指数 现在可能很多人知道了 但是 也解释一下好了 它其实是一个 检验你一个人 你 发生缺血性心脏病 的 就是 比如说 就是 心肌梗塞 就是你突然间 心脏没办法 就是 输中血液了 就是 的几率 那它会根据你的三高 跟你的年龄 跟你有没有抽烟的习惯 有一些指标 来去换算 就是 你在十年之内 或是你在一段时间 你可能发生心脏 疾病的 几率 那这些都是用一些 客观的数据 来做评断 但是 其实 很多疾病 发生就是一 没有发生就是零 但是呢 就是 这个是我们 以结果来看 但是事实上 它是存在着 一定的几率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 网路上 我们去搜寻 佛来明指数 像这个网站 上面 它会问你一些 好像是 基础的是六大问题 但现在问题 好像更多一点 十大问题 我们就可以来 检测一下 自己在十年之内 发生心脏病的机会 到底有多高 所以其实我们人 也是要好好照顾 我们的身体的 再来呢 我们就根据 圣经里面 有三个案例 这三个案例 小弟觉得 是蛮经典的案例 就是来谈论 风险这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圣经里面 谈到为人作保 这件事情 那在箴言的五章 箴言的六章 我们看一到六节 我们来翻开 圣经的箴言 第六章 在旧约圣经 七百七十二页 六章一到五节 箴言六章 第一节 如果是没翻到 我们可以看 前面的投影片 虽然字好像有点小 我儿 你若为朋友作保 替外人挤掌 你就被口中的言语缠住 被嘴里的言语抓住 我儿 你既落在朋友手中 就当这样行 才可以救自己 你要自卑 去恳求你的朋友 不要融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融你的眼皮打盹 要救自己 如鹿脱离猎户的手 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那我们看到这边 这段经节里面 它其实标题里面 提到说 我们不要帮别人作保 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 我们 有可能会为别人作保 但是其实圣经里面 就是风俗习惯其实不大一样 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 我们帮别人作保 以现在的法律来看 其实我们可能会 也可以控制在一个有效的 就是控制在一定的风险里内 但是有些保障 事实上是超过你自己 所能够承受的 那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不要人作保 其实它也相对的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人 嘴巴里面所说出的话 或你帮别人的保证 其实不是你自己能够保证得起的 比如说圣经里面 叫我们不要发誓 我们对天发誓 那其实这个东西 也不是你自己能够承受得起的 那我们也没办法 帮我们天上这位神 来保证些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人本身 就不是可靠的 我们会犯罪犯错 我们会失落的信心 然后再来呢 就是 我们 如果我们今天的担保 事实上是超过我们能力范围内的 万一发生事情 其实我们会付出很极大的代价 那圣经里面 其实 箴言里面 有些章节 就是有些精卷 其实它可能很短 但是呢 它 我们把它连续 连贯个看 其实会发现当中 其实有很多 很美好的教导 像刚刚念的 箴言的六章的 一节到六节这边 其实 它 在短短的几个章节里面 其实很快地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人不能够过于 承诺 不能够担保 你超过你能力的事情 然后呢 在第二节开始 它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今天 你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怎么去做 这是 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它说 我们 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 能力 不管是你的金钱 或者是你的劳力 各方面 你没有好负担的时候 我们要用一个好的态度 来弥补 那其实所谓的好的态度 其实可以有很多种 很多种想象 就是 如果今天我们 面对一件事情 发生了 我们就杀手不管 其实这种态度好 逃避 其实不见得好 那或者是呢 你今天事情发生了 那你坚决认为 这件事情是别人的错 不是你的错 那 但是呢 其实这句话却是 但是承诺却是 由你口中所出的 就 你 前后的言语是反复的 这样其实 对我们人 其实也是不好的 所以这边 教导我们是要用一个 好的态度来弥补 他说 我们要自卑 要去恳求你的朋友 然后再来呢 发生 重大问题的时候 其实时间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除了时间之外 我们也要能够专注的 去把这件事情 给解决掉 所以在六章的 四节 五节 他就说 不容你的眼睛睡觉 不容你的眼皮打抖 要救自己 如鹿脱离猎户的手 如鸟脱离 捕鸟人的手 所以呢 这边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其实处理问题 我们要掌握时间 那我们要很专注的去做 当然很重要的是 我们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够拍拍屁股走 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把自己给救回来 那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 很经典的例子 当我们面临到风险的时候 其实我们回顾来看 我们可能可以一开始 就不要有这样的风险 你通通不会别人做饱 其实就不会有这样的风险 但是我们反方面来看 一个人我们会帮别人做饱 我们会帮一个陌生人做饱吗 通常不会 通常是我们熟悉的人 但是呢 我们对于我们熟悉的人 即使是我们最亲爱的 就是教会弟兄姐妹 我们兄弟姐妹 或我们的父母 我们也要 只能够承诺 我们能力之内的事情 我们不要承诺 高于我们能力的事情 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案例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案例 在第二个案例 讲到的是亚伯拉罕的盟友 我们看创世纪的十四章十三节 创世纪十四章十三节 在旧约圣经的十五页 对不起 十四章十三节 在旧约圣经十四页 创世纪十四章十三节 有一个逃出来的人 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 亚伯兰正在亚摩利人 曼利的像树那里 曼利和以时各 并亚乃都是弟兄 成与亚伯兰联盟 我们看十四节 亚伯兰听见他职儿被掳去 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经练状丁 三百一十八人 直追到大 我们跳看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耶和华启示 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 一根鞋带 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 我使亚伯兰父族 只有 只有仆人所吃的 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时各 曼利所应得的份 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这段经节 其实是一个 亚伯拉罕 救罗德的历程 就是当时候有发生 四王跟五王的战争 那其实 圣经这个故事 其实大家 可能 有的人很熟 有的人可能不熟 那其实我们 看四王跟五王 但是其实 我们小时候会觉得 五应该大于四 所以五王应该能够 战赢四王 但事实上 他刚好是相反的 这时候的实力 事实上是四王大于五王的 然后呢 亚伯拉罕的子子罗德 是在五王这个阵营里面的城市 所以呢 因为这样 就是两边发生战争被掳 那就有人来告诉亚伯拉罕 就是亚伯拉罕 说他的子子被掳去了 这时候亚伯拉罕就带领他 精壮的壮丁 精壮的壮丁 318人 然后从南边一直追到北边去 就把五王给击败 把四王给击败了 这段 这段经历里面 其实有一个小的插曲 在圣经里面 就是当有人告诉亚伯拉罕 的时候 亚伯拉罕其实是住在一个叫 曼利的橡树那里 在曼利的橡树那边 其实是一个亚摩利人的居住的地区 但是亚伯拉罕住在其中 这边讲到几个人 就是说有曼利和以食各并亚乃 他们跟亚伯拉罕都是联盟 那我们可能以往会过度强调说 就是亚伯拉他带领318位壮丁 就击败了四王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亚伯拉罕他能够勇敢的去对抗四王 拯救他的子子罗德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被肯定的 但是在当中其实也有一部分的功劳 实际上是所谓的亚伯拉罕他的盟友们的帮忙 那在前面这边 他指13节14节他只提到说亚伯拉罕他住的地方 等于是他住的地方这个区域 那个亚伯利人有几位是跟亚伯拉罕联盟的 但是我们从后面的章节 从23节24节我们可以来看出 其实跟随亚伯拉罕一起去征讨四王的 事实上是还有亚伯拉罕的盟友 他们也是一起去帮忙的 那从这边我们可以来看 就是我们如果刚刚的第一个案例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没有看到任何 就是到底一个人 只看到一个人 大家到底做得好不好这件事情 但是呢从亚伯拉罕这个事件里面 我们可以除了做得好不好之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当危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需不需要帮手这件事情 那其实亚伯拉罕 他跟神的关系其实很好 那他其实有很多可以打敗敌人的方法 那他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这时候他其实的选择是 他跟他的盟友一起去拯救他的侄子 那这个是亚伯拉罕的选择 那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 其实圣经里面没有特别去描述这一点 但是其实圣经里面会把亚伯拉罕 他带着他的盟友这件事情 还有他就是打了圣仗之后 他怎么对待他的盟友这件事情 特别写出来 其实一定有他的意思在 那他打圣战之后 其实他自己 他自己是不愿意为了 就是这场圣战里面 就是 就是 来把自己功劳 放在自己的身上的 所以呢 在二择二节里面 亚伯拉罕就对所多马王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启示 你的东西我都不会拿 那其实 就是 他怕的是 就是 别人 以为 就是 就是 我如果拿了 就是 感觉我今天 亚伯拉罕今天有今天的地位 也靠了我去帮别人打仗 然后别人贡献给我的 他不要这些东西 但是呢 他说 就是 是仆人所吃的 我这些来打仗的 就是 我这些仆人所吃的 以及 我这些盟友 他们所应得的份 你还是要给他们 所以其实 亚伯拉罕他 在一个 外邦的地区 能够生存下来 他们从 他们是 西伯来人 就是从大河那边来的人 到迦南地 并且在当地 能够有 盟友 而且这盟友能够来帮助他 这其实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 这是需要持久的耕耘 我们从 亚伯拉罕他后来所面对的 跟他的儿子 就是 以撒 还有 雅各所面对的 来自到 我们来自到 其实 一个外族的人 在 迦南地这地方 即使你已经有一定的势力 你要在一个地方 能够立足 生存下来 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 一个 今天你一个决定 一个态度 其实可以决定 你的身边人 到底是不是你的朋友 那 所以呢 从 亚伯拉罕的盟友 这个事件 其实我们可以来做一些 思考 第一个是 远亲不如近邻 亚伯拉罕他 遇到紧急的事情 他身边有的资源是什么 他家里的 精练的壮丁 还有他的盟友 所以其实 我们手边 其实是需要 有一些我们的资源 能够来 让我们面对风险 面对危难这件事情 所以当亚伯拉罕他 面临到 子子罗德 需要被拯救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有实力 那他也盟友 中也提供 能够提供的帮忙 所以呢 远亲不如近邻 那在真言二十七章的十节 这边他说 你的朋友和你的父亲 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照难的日子 不要上弟兄的家去 相近的灵色强如远方的弟兄 那这句话的写照 其实我们可以从 亚伯拉罕的 就是 四王跟五王的战役里面 可以来充分的体现 就是 亚伯拉罕他 身边的 身边的帮忙 其实 几个 天上的神 那再来 天上的神给他的产业 还有他的朋友 那其实 这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其实 基督在世 其实 如果 我们今天一个 有信仰的人 我们做 不能做 对不起信仰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在一个 合理犯理委里面 其实我们是可以 寻求帮忙的 那 这也跟我们 一个基督徒 我们 还是看医生 我们还是寻求 社会上各种 各式的帮忙 比如说你买房子 你要仲介 那你有些 就是政府的补助 你符合规定 而且你也需要 我们就可以去申请 这些其实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后再来是 朋友 朋友是一个 种植不重量的 在我们看一段经节 真言十八章的二十四节 真言十八章二十四节 在旧约圣经七百八十三页 真言十八章二十四节 这边说 烂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但有一朋友 比弟兄更亲密 那这段经节里面 其实告诉我们说 其实一个人 就是烂交朋友 就是你交朋友 你不懂得分辨 那你广泛的交朋友 其实有时候 其实会自取败坏的 但是呢 后面有一句话 但有一朋友 比弟兄更亲密 这边其实一朋友指的 不是说 他指的是 特别指的是 这个朋友指的是 耶稣或天上的神 而是在我们当中 一定是存在有那种 比兄弟还像兄弟的朋友 那他是比 我们的兄弟更加亲密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 在信仰上面 如果我们能够交到这样的朋友 实际上是很好的 那就是 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如果能够交到 在我们 对我们的生活 那或 对我们的影响 其实是 好的影响的朋友 其实也是 也是好的 这是第二个案例 那在我们看 第三个案例 其实就是 比较负面的 一样 就是 这三个案例 其实他是有一个 层次的差别的 在第三个案例 我们要看的是 大卫 那这个经文 其实我们有参加 我们 就是上一次的 灵魂步道会 其实我们都听过 这样的故事 就是以福德 跟哥利亚的刀的故事 那我们看 撒摩尔记上 二十一章的八节九节 撒摩尔记上 二十一章 八节九节 在旧约圣经三百六十四页 撒摩尔记上 二十一章八节九节 这边说 大卫问亚西米勒说 你所下有枪 有刀没有 因为王的是圣己 连刀剑器械 我都没有带 祭司说 你在以拉谷杀 费利斯人 哥利亚的那刀 在我这里 裹在布中 放在以福德的后边 你要就可以去哪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 大卫说 这刀没有可比的 求你给我 那这段经节 就是当大卫 在被扫罗网追杀 在逃难的时候 那其实他到一个祭司的家里 那他受到这个祭司的帮忙 那这祭司就是这边写的亚西米勒 那这边有几个很冲突的 就是 的点 当中其实当中最冲突的点 事实上就是在于 就是 当亚西米勒告诉他说 就你要的刀 我这边其实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有的是这个 有的是放在以福德后边 而且这个东西是用一个布给包起来的 的刀 而且这个刀呢 就是当时候拟在以拉古杀 非利式人哥利亚的那把刀 所以你可以拿去 那大卫呢 就把他拿去了 那其实以福德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信仰 然后刀代表的是物质 那其实这个画面 其实很冲突的点在于 就是似乎在大卫在这个时候 经历了他人生的重大危难的时候 那或许是因为恐惧 因为害怕 就是这些种种压力压在他身上 他不得已 他就选择 其实我身边有刀 其实对我是最好的 对我是最有帮助的 但是呢 这边的一个对比是 这个刀是被包起来的 然后他放在以福德的后面 所以其实 这个 这个刀让大卫他 做了一个选择 他这时候选择的不是求问神 不是选择求问神的以福德 反而是选择包在布中 这把刀 那其实这是一个大卫的选择 当然这样的选择 就是导致的结果 其实对大卫可能还好 但是对身边的人 其实是一个灾难 那大卫也不好 他也后面面临了 一个一连串的追杀 所以从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可以来看到 就是一个 我们当我们面临到危难 有一个风险存在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考量里面 要不要把我们的信心也放在里面 把我们的信仰也放在里面 如果今天我们全然的 抛弃我们的信仰 那我们不求问神 我们只拿这个 就是沙哥利亚这把刀 那其实我们的选择就是 就是完全是一个偏颇一个极端的 然后 我们或许可以来反思看看 当我们面临到大卫的处境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否 就是可以予与兄长能够兼得 或者是这种事情 本来就予与兄长不能兼得的呢 那在大卫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其实或许他求问神 跟拿着手中的刀来讲 其实两件事情都做 其实这是很自然而然不过的 一个有信仰人 你应当来寻求信仰的帮忙 那我们也要尽自己助班的能力 尽力的去拯救自己免于危难当中 所以其实予与兄长看起来 应该是可以兼得的 只是因为在危难当中 让大卫他的心眼忙了 所以他其实看不见这一点 再来是 就是除了我们 予与兄长到底能不能兼得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凡事的时候 到底我们要为我们的决定 来找一些备案 来规避这样的风险 那这其实上是取决于在于就是 我们看中的是什么 那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 那先讲到我们看中的是什么 其实当我们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中我们的生命 这是很显而易之的 但是当我们任意领导的假说也是钱财部分的损失 那我们看中的是 就是我们如何快速的把钱财赚回来 还是我们看中的是 我们在钱财上面不要得罪神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做一件事情 其实它反映出我们内心 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想出的备案是什么 事实上也真的是反映出来 我们的内心到底是怎样 就像就是不知道有没有 人有赌博的经历 可能大家或多或少 不一定是真的去赌博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针对一件事情 我们会孤注一指 就是反正就试看看 破五层之后就去做了 但是后果其实不是很好 但是这时候我们想的备案是怎样 我们可能会继续下去 就是我要读到言为止 要拼到言为止 或者是你觉得其实就是这样就好了 我就认赔了 或者是其实我从这边损失的 我要从其他地方赚回来 这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最不能做的事 就是我们这备案其实是 不在我们 就是不服我们信仰 不在我们信仰里面 应该要考量的备案 事实上我们是连做都不能做的 所以我们不要像大卫那样 就是不求问神 然后只顾拿着刀 那我们正常的信仰我们是在于 就是我们要实时的能够来求问神 那求问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其实神给我们的回应 有可能不是明确的 但是呢我们在求人当中 其实我们也回顾来反省自己的本身 到底是怎样的 好那最后 有几点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在面临风险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能够是盲目的 那我们不要走极端 我们来看真言的七章十六节 真言七章十六节 好 对不起我这边好像 我看一下 应该在后面而已 对不起 准备讲义的时候 金姐超错了 好我们直接看那个 直接看前面的头荧幕 我先念给大家 我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行义过分 也不要过于自诚自会 何必自取败亡呢 不要行恶过分 也不要为人愚昧 何必不到其而始呢 十八节 你要持守这个为美 那个也不要松手 因为敬畏神的人 必从这两样出来 他这边告诉我们的 就是我们一个人 不要行义过分 就是你 我就是要做 那我觉得这是好的 那我就是要做 不管他的后果是如何 那我们也不要自诚说 自己有智慧 那其实这是不好的 然后另外呢 另外一个方面 其实也是不好的 我们不要行恶过分 也不要愚昧 这样的人 其实 这两种结果 都是不好的 那这边其实都讲说 这样 就是导致败亡的 那后面呢 他说 我们持守这个为美 那个也不要松手 那因为敬畏的神 必从这两样出来 一个敬畏的神的人 应该不是盲目的直冲的 那我们也不是走极端的 这些都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我们做事情是要考量到 他的后果的 那从我们刚刚讲 看的那三个案例里面 其实我们再回到那三个案例 就是我们其实做事情 我们要考量后果 我们为 我们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不要超过 我们能力的范围里面的 那我们呢 在合理的范围里面 寻求适当的帮助 就是像亚伯拉恩的盟友一样 那我们不要 不要自以为 就是这时候我最需要什么 就一定是好的 我们必须要有 把我们的所有的行为里面 把我们信仰考量在里面 那我们该信靠的是谁 那我们信仰教导的是什么 我们不要遇到事情的时候 把这些教导都丢掉了 那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 再来第二点 我们的面临风险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 这种意识是要能够随时更新 而且常常回顾的 我们生活其实 遇到事情 绝对不是会单一的事件 那即使是单一的事件 相仿的事件 也会不断的发生 不断的在我们身边来出现的 其实生活是一直不断流动 不断的往前推进的 那我们每个时期 我们会面临到不一样的风险 那我们就要用 不一样的方式来对应 就像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就是我们面临到网路 有可能你知道要被盗的危险 那现在有新的方式 当然我们就要选择 更好的方式来做 那在信仰上面 其实信仰上面的教导 其实我们也应当要随时的来更新自己 这更新自己不是说 就是我们从一位神变成拜另外一神 而是我们要从我们的信仰里面 去找出能够帮助我们的东西 那事实上我们平常不断的反复的读经 不断的来参加聚会 不断的祷告 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这些 事实上信仰的教导 可能我们看似都很简单 而且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透过每一次的读经 透过每一次的聚会 其实我们都可以获得一些 在信仰上不一样的造就 那即使我们反复的听 这些圣经的道理在我们身边 在我们心中 能够真正扎根下来 当我们真正能够遇到的时候 我们能够用得上 这个这样的经文 这样圣经的道理 就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 所以呢我们其实 就是不要自以为自己 就是我信仰的东西 其实都懂了 事实上信仰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懂了 我们离我们实践出来 还有一段路 我们能够实践出来 离我们能够很稳定的 保持一个信心的坚固 事实上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路 那所以其实我们应当实时的 能够更新自己 在行为上面 实时能够保持圣结 实时能够警惕 再来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 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这边说我们不要效法 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 何为神的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那这边 小弟有特别 有把一些字给出题话 就是 其实我们 我们今天所面临到的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不是说 我们去 找到一个最好的答案 或是我找到一个 我最舒适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们就可以 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 那事实上 属于世界的东西 都会有它的限制 也会有它的副作用 那我们不要完全的去效法 甚至说我们其实 不要去随这个世界的风潮 然后去随波逐流 我们只要心意更新变化 时常查验 怎样的东西是神所喜悦的 那神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 或许我们可以常常换位的思考 今天同样遇到一件事情 圣经的那些古圣徒们 他们怎么做 那遇到这样的事情 耶稣他会怎么去做 那这个 所以我们要常常做到的是 我们不要效法自戒 我们要随时的更新 那随时来省察 省察是用基督的道理来做省察的 再来 就是 另外一个是 单纯比复杂容易多了 在希伯来书11章的第六节 那说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 必须信有神 且信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事实上 我们现在的社会 处于一种 就是 大家都会自我意识抬高 然后 就会 生活上面 可能 不只 就是基督徒 其实其他宗教的人 其实也差不多 常常信仰会 原本其实是在 在自己心中 占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现在信仰通 就是渐渐的边缘化 那边缘化变成 信仰其实只是 当成我们人生的参考 那既然是参考 我不一定要去参考它 当我认为有更好的 那我认为 就是我有更好的做法 其实这个信仰 就是 是不去管它 不去理它的 在我身边 其实有很多这样 就是看似一个 很有宗教信仰的人 但是他们面临到 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们 其实会觉得 就是这宗教信仰 其实对我 没那么重要 只要它没有帮到我 这信仰 其实就不是我的信仰 那它会很着重于 就是这个信仰 一定能够帮助它 像 就是在职场生涯里面 很多做业务的同仁们 其实只要到面临决策的 就是重大事件的时候 都会去什么拜土地公 或去 会去寻求一些 信仰的帮助 但是 他们其实 只是为了 要让这个信仰 能够在此时此刻 能够帮到它 它自己并没有 打从心里面 去 来 想说 我要 我要去敬拜这位神 我要 对我信仰来付出什么 那其实 信仰对他们来讲 只是一个应急的东西 当他 手边有什么 就抓到什么 那这样的信仰 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 其实是很要不得的 因为 我们的帮助 是从神而来的 那即使我们身边 有太多可以 帮忙的东西 我们都不能够用 违背我们 神的旨意 这件事情 来行事 所以 一个 人 我们能够有 单纯的信仰 在凡事的时候 能够先想到 就是 如果 事情发生 耶稣怎么做 我们 什么东西是 合乎我们信仰里面 可以做的事情 那 这样的人 事实上 比一个 很复杂的 寻求很多帮助的人 还来得高明 许多 再来 就 最好的朋友 事实上 就是我们 所拜的这位真神 这也是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的 在约安福音的 十五章的 十二节到 十四节 约安福音十五章十二节 这边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要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 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 那事实上 我们 在事实上 都会想要寻求 很多的助力 但是我们在寻求 这些助力的同时 其实 我们也应当 回归我们的信仰来看 我们的帮助 是从哪里来的 一切赏识 是从神那边而来的 如果我们相信 那我们以此来行事 即使我们 运用各种资源来帮我们 那其实 我们只要符合 就是我们信仰的原则 其实上 其实 其实事实上都是可以的 那所以呢 我们 再 再回到 就是 我们 风险这件事情 其实 我们不应当 在 面临到风险的时候 就是 舍弃我们信仰 我们反而是要 在面临风险的时候 能够 靠着信仰 能够来 战胜这样的风险 但是 当我们 就是 心里面 其实我们 是 归向主的 那我们是 靠着神的 那 在世上的 所有助力 其实我们可以 把它想成 其实这个 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 神所赏识的 那 这些也都是 从神而来的 那这些助力 本身 其实我们 不需要去拒绝 也不用去 只要我们 不拒绝我们的信仰 这些东西 我们是 不用去拒绝的 那 一个基督徒 其实 在世 有很多的苦难 但是呢 我们在耶稣里面 有平安 那这样的平安 其实基于我们 就是对神的认识 还有 我们对神的信心 我们愿意投靠 在他的 绑壁底下 能够 接受他的保护 那 这样的东西 其实上次 能够让我们 战胜风险的 那最要不得的是 其实我们 舍弃的求问神 而单纯的 只靠 我们自己的能力 就认为 这样能够 真的帮到我们 事实上 即使呢 我们当下 我们危机解决了 但是我们 或许 我们其实信仰失落了 对我们其实 一个基督徒来讲 是一件 得无常识的事情 那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最后我们唱了 赞美诗 432首